我 你的脸 这么点银子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吗 这如果是侮辱的话 我不介意多来几次 说真的 楚公子这么热情好客 来而不枉非离也 别老这么拒绝人家 说得对 我也不能太事理解 那咱们就以茶代酒 以标我的谢意 酒也好 茶也罢 公子若真愿意来 我楚药高兴还来不及呢 楚药那儿倒也不适合 一个供她休养的好去处 这是人参陈啤茶 果然是好茶 算了 我还是喝我的汤吧 日暮昔尘 二位不如先随我回府 府中你备下了香汤沐浴 你的脸 少爷 高爷 住手 不要动手 你没事吧 退下 退下 是 少爷 你还好吧 好痒 是你瞎得毒手吧 有必要这么喊吗 你懂什么呀 像他这种富贵公子哥 需要定期卸火驱毒 否则急易患上萧可症 一命呜呼 这些药茶 就算是给他的登门之礼了 白公子教训的是 白公子说什么都是对的 好 行吗 你们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我就不奉陪了 你当真要走 你就不想知道 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吗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你倒是潇洒呀 那你当然也不在意 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样的不适吧 我又没喝你的茶 但你吃了我点个面 别担心 白公子跟你开玩笑呢 我呢 刚刚去外面看了一下 这个太阳虽然落了 但余热未散 等会儿公子你出去的时候 我给你撑伞 免得中了暑气 姑娘真是个妙人 难怪白公子立眼相待 能趋能善 说得好 人生在世难免有些不如意 就好像楚公子的府上 我并不想去 但又必须得去 走的时候东西带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